台灣史忘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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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戴保憲 我是李曉峰 歡迎繼續收看台灣史忘憲風 首先我們剛才說 台灣地名的由來我們有說三行 複習一下 東翻 東翻變成台灣 它是埋怨 台灣的地方 第三就是來自平埔族 平埔族的發音 今天這個安定叫做台灣 現在接下來討論這個問題 除了台灣的名字以外 以前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地方 怎麼稱呼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憲哥有什麼樣的名詞 我們會經常聽到是宜祖 因為我們談歷史 有時候總是要用史書上的資料 所以差不多在研究歷史 或者是教科書裡面 大概談到台灣最早都會提到宜祖 甚至提到什麼三國時代 那個孫全還派人到宜祖去 宜祖人 所以就會有第一次提到宜祖 但是這個宜祖現在歷史學界 或者是我們研究台灣史的人 一般的人其實也不太了解 因為歷史記載的非常的少 所以並不是一個非常定論性的東西 那小王你覺得怎樣 我在南北朝的沈寧所寫的 林海水土寺 裡面就出現宜祖 敘述公宜祖這大所在的人 什麼樣生活怎麼樣 甚至一家人住在一起 做愛的時候也不避會 這位都出來了 然後找了一半天 各位就說 也沒有講說這裡是哪裡 你哪天沒有敘事說東京北維 沒有一關概念 然後很多學者就開始復會 開始穿著 我甚至說 這就像是台灣有而已 幾天沒有 該說啊 所以其實到現在我們說 宜祖是不是百分之百一定指的是台灣 我看沒有人敢 派中府一定就是指台灣 所以台灣是不是叫宜祖 宜祖是不是台灣 即使除宜 可能還有待我們進去研究 那另外還有什麼名詞 另外因為宜祖 它時間年代比較久 所以我們後來就比較可能 比較明確一點就會 差不多在七世紀 那個水草帝國的時候 就會出現琉球的地名 所以就有很多那個 關於琉球傳的一個記載 對 那個琉球出現 跟宜祖的性質不太一樣 宜祖還是跟我們前面說的東方 在東邊的方 他還是那種 東以延期下來 還是對周邊民主的一種藐視 琉球好像就沒有了 我們談到琉球 在中國古書上面 出現琉球的這個用字 不完全一樣 不完全一致 我們來看看 比如說像琉球 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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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怎麼可以的琉 好像另外可以寫個九 小琉球 小琉球 用字都不同 你如果用台語湯也注意 我都會偷看 導致 你想把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的琉球 這也是琉球 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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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排列做 就比對了 在宋室 那宋室不是上世 宋室外戈列船有一個琉球國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 有海島約澎湖 哇 很清楚 有海島約澎湖那個地方 還有什麼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比較明確 有海島約澎湖的 泉州的東邊 在泉州之東 這地理位置出來 指的是台灣 應該沒有問題 琉球 指的是台灣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再對照一個 馬端林的文宣通法裡面也有寫著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約澎湖一樣 煙火相望隨行五日而至 差不多 那時候航海 三四到四五一都有 所以我們說琉球指的是台灣 應該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但是這裡面當然也反映了 就是說因為中國古代地理學不是那麼發達 所以也不會一下子講得非常的明確 所以像我們現在都還是一樣 像台灣的北部有這個琉球 那台灣因此舊名稱以前也叫琉球 我們現在台灣的西南部也有小琉球 甚至連那個恆春那邊 其實以前舊名叫琉球 琉球跟琉球其實因也是蠻接近的 但是因為從那個琉球國傳裡面的一些描述的一些生活 他們譬如要跟座打獵穿衣服的樣子 或者是裝飾品 或者是社會組織的一些特質 現在根據很多歷史學家 其實基本上還是認定琉球 應該那時候的琉球是指台灣這個地方 只是本來就是說因為漢字 中文的拼寫會有不一樣 所以才出現很多不同的學法 這說話也有趣 以前我們台灣叫琉球 現在琉球遭遇在琉球 對 然後台灣就出現一個小琉球 所以會移位的 對 再接下來還有什麼名詞 因為台灣旁邊 離台灣海峽對岸就是中國大陸福建 南邊是廣東 所以當然有一些名詞是中國大陸來命名 那